其实他说他家以前他外公是做的那种法的 还有他家里面的人也有 他们祖宗都做这种交诡的事情 他从那家嫁到他丈夫家也是他们家里面常常做这种事情 把他衣服去给他们那些做法术的来做 他因为他们都在这种逼迪 讲什么叫他做好 他说是他在这边身上常常有那种好像有那种疼痛 但是掐了的时候他又会走 他说肚子凉凉的 他说常常有凉凉的那一股气 人就搅扰他 但是他说奉一书名来就找到他又出去 那你们有拜过蛇吗 因为刚才你一坐下来我就看到有一条 很大的表情 他说那天早上本来起来他再睡再睡再睡 再睡就有一个声音很清晰的在这边的耳朵跟他讲 你还不起来吗 这样 完了那天他说在上面的时候 有一个声音跟他说 说可以进去了 他说听这个声音很清晰 他说他说睡梦进这些又有人拦住这样 因为我跟他我也不了解 但是那天那天我就是跟你们讲了 我祷告 看到他里面好像有黑暗 好像一个声音 比如这个人在这里 这个影子就不断地进进出出 隐隐约 好像看这个人就是一种重饮的那种感觉 讲到了过来当中有没有反应呢 没有 意思就是说那天晚上撒开心 我不是来分享谦卑吗 然后就是来分享的时候 他又开始就是 就以前说没有了 现在又开始又有这种的 然后才就冒汗 冒汗 冒汗就是这样子就又好了 心脏 他说这里现在是心脏 心脏 那天我总是叫他进 他就是不进 为啥 听 那天我为他们做祷告 就是说白尾祷告的时候 您有没有反应吗 你有没有心跳 当然通过刚才跟你聊 90%的可能以上 基本上你里面现在还有东西 以前他说他是睡的时候 但是感觉有人从这里滚 滚到上面就从没有滚 反正也基本上 你以前做法术 然后又真实经历到了 又包括呢 你确实有这个明显的症状 那么直接到高看就行了 对不对 看到他里面的东西 在他自有 清清楚楚 你只要放纵 万军之一要化身 我亲爱的天父阿爸 主耶稣基督 愿你的灵 现在让此时此刻与我同在 与你仆人一向同在 主啊 求主能来帮助我来厌场 他一起做通灵术 法术的背后的黑暗势力 包括他里面的灵 保着蛇鬼 保着蛇的血灵 跑过来跑过去 主啊 求你与你的仆人一起同在 来帮助我来厌场 他背后的黑暗势力 主啊 但是万军之一要化身的眼 能洞察一切 从洞察背后所有的黑暗势力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求你帮助我 用你的烈火来检查 他背后的黑暗势力 主啊 求主与你的仆人 与力量同在 主啊 求主用你的烈火来 在我身体上燃烧 主啊 求主你的天使天君 与你的仆人同在 让他在背后的黑暗势力 彰显出来 以前做通灵法术的黑暗势力 让他扰乱他的黑暗势力 以及刚才看到 那个蛇的无尾血灵 在身体里面 串过来串过去的 黑暗势力 进进出出的黑暗势力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让你们显现出来 就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的权名 我现在使用这个权名 让你们彰显出来 主啊 求你降下圣灵的烈火 主啊 求助你降下圣灵的烈火 在我们身上燃烧 主啊 求你洁净 来洁净 来洞察 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所有背后的黑暗势力 所有背后的黑暗势力 现在不准再隐藏 现在命令你们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来命令所有他背后的黑暗势力 所有背后的黑暗势力 彰显出来 此外音有关系的吗 求你与你的仆人同在 主啊 刚才那他心谷上 有一股胀气 不知道是不是魔鬼撒纳 又被搅拾了 被攻击了 要彰显 主啊 就是那股胀气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就是对于刚才 那他胀气的 这个背后的黑眼势力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来彰显出来 我们不准再隐藏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若是 这是疾病的魔鬼心灵 若是他身体里面 只是一种某种疾病的魔鬼心灵 让他感觉到胀气的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刚才那魔鬼心灵 从他的口里面给吐出去 主啊 因为并不知道这个魔鬼的诡诈性 包括 这个姊妹对于真理的认知程度 主啊 因为只有你知道 只有你见诚 只有你知道他的内心到底如何 主啊 如果是这个姊妹真的是愿意归向你 主啊 其实就是你现在用大光来充满他 如果是这个姊妹真的明白了真理 主啊 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知道我们现在做什么 他也愿意从心里面发出呼吸的声音 也愿意跟我配合的话 主啊 求主你来点醒他 主啊 因为他的内心到底如何呢 我并不晓得 但是主啊 你晓得他的内心 你晓得他背后的随着黑暗势力 你也知道他是否现在此时此刻 是否敞他的心愿意来跟我配合 姊妹也不乱行吗 他说是有战友 也不舒服 但是我觉得我们俩这个灵 它是不相接的 要不然黑暗势力很强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就是好像我们俩就隔着 你是你 我是我 好像你就好像没法给我用配合 你可能表面上很可能 我是催催的一样 给我们讲这件事 但是你心里 你心里可能还有一些想件事 我不知道我的推理 但是你又是这样吧 你有反应 但是不知道 我们好像在哪个地方缺了什么东西 我好像总是觉得 我们肯定是缺了什么东西了 缺了一个桥梁 我们俩没有桥梁 好像有很诡诈 我祷告 他把我抖过我了 反正里面的东西 看你怎么弄 然后我怎么想弄 然后能弄魔鬼 躲 装文 装文 来装文 他里面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自我意识太强了 刚才我都听到声音了 我听到圣灵跟我说的声音 他的自我意识太强了 就是说他自我的东西太大了 他不管是遇到学习真理也好 一般的 跟人相处也好 包括现在要 包括到现在 现在要给你做这个辅导也是 你的自我意识太强了 你不管你教他什么 你跟他沟通什么 他总是有他的那个想法 他有很多很多千千万万的想法 他太聪明 太聪明 自我意识太强了 就对每个人 那个防备心理 可能也是防备观 就是让人抓不住你的心 对 抓不住你的心 其实他也敢讲 但是他的内心是什么 他的内心是 好像我怕我做得不好 不合神心意 又怕得罪神 所以他导致了他的心 就给封闭起来 不敢放松的去面对 他并不是说他要隐瞒他的罪 他并不是那种人 你本来你的心也是很想把我这些罪啊 全部都露出来 交托给上帝 你也愿意断开这个罪 但是呢 你就是说 哎呀 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讲了 好像我又怕我又做得不好 我又表达得不好 我又怕我认罪不完啊 或者什么又是怕上帝又责怪我 还有一个 是什么 刚才上帕老师一想 你的自我意识就是 你总是有你的担忧 你总是有你的想法 你不放下 你不放下 你不 没有完全放下 其实你是想放下了 但是呢 你展现出来的 又有那种的害怕 就是刚才说 为什么你不敢进去 你是说我害怕 哎呀 这个群 确实这个到时候好了 我又 我进去嘛 等一下我又怕我不懂 又不好意思 又怕一下子 又好像有对不起老师 那种的自我意识的那种感觉 是这个意思 本来这个群 就是让我们弟兄姊妹 来学习这个真道 那我们每个人都是 本来就是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都不是完全的 如果我们是完全的话 那我们还用跟老师学习吗 其实就是 但是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的想法是 哎呀 今天这个老师讲的那么好 又讲的那么威严 我 如果我进群了 如果做不好了 或者是老师突然问我了 我就打不出了 那种 那我都不好意思 对不对 没有听到个声音 他说用世界上语言来说 你是追求完美心 刚才我说讲了 他就对 对吧 追求完美心 他不容易去听别人的 比如说给他一些建议 就像你建议他 来找老师 对吧 他就认为他有自己的想法 我现在还没有学好 我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他就活在他自己的想法 对 你的祷告 他心里也会有很多他的意念 也不知道怎么 对 他有很多意念 很多想法 但是我刚才你刚刚祷告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画面 你一祷告的时候 我就看到好像 里面有很多的那种那种小的那种乌龟鞋链 哇 这个好像神家的同帅 好像神家的这个人来了 好像都逃跑 从他后面都是逃跑 一个一个小的 都是逃跑 那种感觉 看到好像是有很多的小东西 从他身边跑 飞 飞走那种感觉 我是看到 我说他一坐下来 我就看到那蛇 看到蛇 然后但是呢 他一祷告的时候 我是看到一个蛇窝 蛇窝里面有大蛇 小蛇很多很多 他一祷告 就像你看到那些小的鬼 就小蛇 其实就是鬼 他就去去去去跑了 而且还看他一只肥肥的 就往那里走 哈哈哈哈 肥肥的 肥肥的往那里走 但是你 你这个你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就说你的自我意识太强了 就是 那个小的蛇 就是 那个小鬼啊 它是怕我们都走了 你的 你的自我意识太强了 你就一直在那里 还想象 哎呦 我快怎么办呢 对啊 就是说你有你很多很多想法 你就不放下 你就 没有说 我现在 我来信靠这个神了 我来进入这个道了 我要把我自己 完全的交通出去 完全信靠这位神 你没有 你就属于 嗯 嗯嗯嗯 你还能你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 就比如说 你虽然是陈述了 哎 你这里痛啊 那里有什么东西啊 你也会去说出来 但是呢 你说有什么用 你又不交通 就像一个 就像我老师说那故事一样 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约会 老师说 我可以亲你吗 也好 也不亲 我可以亲你吗 也不亲 那男孩子 女孩子说 看你只会说 不会说 明白吗 你虽然是会说 但是你就是 没有真实的落地 要交给这个神 交给你这个 你信靠这个神 你不信你也不靠 好 就像刚才班子妹她的 她的内心一打开的时候 其实上帝已经在你背后来推动你 就是看你如何去配合 然后努力的来向光 我说一句话 你们也没推听 魔鬼在他里面得到很大的自由 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进去 你这为什么 因为你的自我太强了 你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门 随时来随时出去 他得了很大自由 你没有在神面前得到自由 这也是一种很大的骄傲 对 很大骄傲 这也是一种很大的骄傲 因为你假设说 假设说 若是耶稣在这个群里面的话 就好像你还想想 我是不是 我认为好的时候 我来进 对啊 我给你举例子说明 这个恩典 在这里 但是 你有一套 他自我想法太大了嘛 自我意识太强了嘛 所以他无法跟人交心 你要想交心 对 跟谁也没有办法交心 你要比如说跟丁死妹啊 交心啊 我发现你也不是属于交心的人 还有你认为的完美 其实那也不会完美 那个其实是你认为你丢你自己完美 你帮你打你丢你的完美 其实也是不完美 对啊 因为约我神是来 他就是要我们那种单纯的来渴慕 渴慕 来跟随的 其实我们跟人交通 跟人的相处 这种的 也就是展露出来 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对吧 对 如果我们跟人之间 的含有那种隔壁 其实也是跟上帝有之间的隔壁 就是这个意思很简单的 但是呢 你不要过于过于紧张 因为确实你现在 你也是刚刚来学习这个灯道 你很多的 很多的不明白的地方 那从今以后呢 你就是 你有什么 有什么 不懂的 你可以问李琼 姊妹 你有什么不懂的 你可以跟我讲 你可以跟我讲 可以问我 因为我们今天 我们都是弟兄姊妹 都是同走天路的人 你要知道 我们都是弟兄姊妹 都是弟兄姊妹 我们就是互相鼓励 互相长拉 彼此的来 带导的 你不要有什么拘束 不要有什么害怕 你要敞开心扉 只能够从这个方面来 不断的 不断的放松自己的 你也是跟上帝 也不断的在 建立这个关系 如果你在这个方面 你没有放松 没有张开的话 你其实你跟神 也不能够展开 好了 我给你个任务了 从现在开始 学习去跟弟兄 准备交朋友 对 咱会补充一句 你看你都 你十几岸的朋友 你也没有 说明你的 你确实 跟我说的没有 说的 说的没有错 如果 就是说 如果你不信 什么时候 你连朋友圈 那个朋友 都搞不上 说明什么 没有人愿意 愿意跟你做朋友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 那是因为你的性格上 有某种体称说你性格上这个原因 所以说你导致了 你看信仰上的弟兄姊妹 一样的 也是也是没有一个小小圈子 像其实刚才 上面老师跟你讲 老师也跟你这样讲 其实意思就是说 引导你 如果从你的自我当中 走出来 比如说交朋友 比如说 你跟你穷姊妹 或者在得胜的 你把自己的姊妹 你就把它当作 我们的姊妹一样 很放松的 去跟他们 敞开心批 交往 交心 交流 那种 放开心来交流 那种的心就很自然而然的 崭新出来 你就可以得释放 就可以说 你就从这个黑暗 从自我当中 就得释放出来了 对 不单单是 比如说 不单单是交流 信仰上的 可以交流生活上的 生活上的这些事情 也是一种交流 也是一种放松 如果我们没有 在生活上的那种交流 你比如说 这个 我今天比如说 我跟李琼 我只能够在信仰上 跟他交通 为了 有什么 信仰上有什么问题 我才问他 你只是 单一的这种的交流 其实还是 没有真正把他 当作朋友 对 如果 如果一个人 真正把他当作朋友的话 我不单是跟他交流 交流 这个信仰上的 而且我们的生活上的 各种情感啊 生活啊 家庭啊 各种的 婚姻啊 对 各种的大小事情 我们都可以 可以聊 交心嘛 对 因为你就是因为 你一个人习惯了 就是导致了 你的内心 那种的封闭 真的啊 这个不是小事 这个真的不是小事 因为你如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跟你说 你很难跟神建立关系 嗯 你连看着这个人 你都不交朋友 你都 你都不敞开心 那你跟神 你能敞开心吗 嗯 子妹 你是不是说 就是因为 跟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 你害怕 就是说可能产生矛盾了 害怕受伤 对方排斥 你 所以说展示受伤了 所以说 你尽量就不要去交流 我就是 他是害怕受伤 害怕别人排斥 就是害怕人的眼光 不过什么 就是射孔 因为射孔的人都是很害怕人的 啊 射孔 你们知道什么叫射孔 你们要做射牛 知道吧 不要做射孔 射孔就是很害怕跟人接触 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 也展现出你的心其实挺 骄傲不大 也骄傲不大 挺脆弱的 脆弱 玻璃心 脆弱 一碰就碎 不能做感爱感恨而已 就是他跟丈夫意思是 两个都是 现在都是分开 他丈夫出去打工 他又在 在这里这边打工 他丈夫又到外地去打工 所以他丈夫又是爱赌了是吧 又爱赌了 所以这种的里面的那种隔阂啊 就是很多的 很大的 很大的 嗯 其实广西很多这样的人 是 巴塞 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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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记得 三十年回来 三四年 孩子四岁的时候就这样 三年两年 三年两年三四年才回来 你看这种的生活 算不过去 嗯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 因为这样子 其实他里面会有一种受伤害 那肯定也有啊 肯定的 自恶和自卑 就是自恶和自卑同是很难 又自恶又自卑 对 对 又自怜 其实这种问题 很多人都都都会有 都有 因为 本来就是 是吗 因为爱又变成恨 对啊 嗯 意思就是说 其实很多的问题 你也没有意识到 没有意识到 这 其实生活上的点点滴滴 就导致了你内心的那种的 与神之间的隔阂 与弟兄姊妹之间的隔阂了 包括弟兄姊妹 大家都在听啊 因为其实不是单单她的问题 当我们看到 这个姊妹 或者弟兄之间 她身上的问题的时候 就要 让我们光照我们自己 而且还要让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道上 要皮身配合 配搭 来 来引导这个弟兄姊妹 走出这种黑暗 比如说 刚才 让她 跟我们弟兄姊妹交 交朋友 那就是 如果她 真心里愿意来跟我们交通的时候 我们的弟兄姊妹 怎么 我们要知道 这个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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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这个姊妹 她的需要缺乏的时候 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更用什么样的心去对待 必须要用包容的心 理解的心 温柔的心 和爱心去接纳她 去包容她 她才能够 从那种防备的心当中 能够放下自己 因为 如果我们没有包容 没有接纳 的话 她就说 一来跟我交通 为什么这个弟兄 或者这个姊妹 为什么她又 她又这样的来责备我 或者不接纳我 导致了她更加不敢 不敢接触 让她 产生出那种恐惧的心 而这样 在我们身上看到 那种爱的时候 看到耶稣的爱的时候 她就会自然而然的放下 她就放下自己了 所以她 也就是 如果我们能够引导一个人 从这黑暗当中走出来的时候 其实 哪怕我们就 哪怕我们自己受伤 也其实也是为了见任上帝 为主做光 对 为主做光 对 为主做光 为主做工 其实也是一种 我们自己的奖赏 我们自己的工作 自己积累财宝在天上 这样的这种的事工 也是同时也是一个拯救一个弟兄 而且拯救一个姊妹 他们这种需要 这种缺乏 要引导他们从这个黑暗当中走出来 懂吗 我可能讲 都是我将把伤害的弟兄姊妹 都是这样子 你看了 都是我说话伤害的弟兄姊妹 所以这就是你的质疑 刚才老师说 你就是质疑了 如果每个弟兄姊妹都有那种包容的心 哪里有感觉到他伤害到我们呢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跟弟兄姊妹说 我说来到我们来到我这里 那你们就放开把我的家庭 把我这里当做自己的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弟兄姊妹来看待就行了 比如说 比如说 你今天来到我们家里 叫你们吃 比如说大家来 吃饭 叫你们吃 你们就放松了 放开了 吃吧吃吧 这里就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弟兄 那既然来到这里 叫了你们就不要约束 哎呀 我又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吃 往往很多姊妹来到这里 也是就是这样 其实我都知道你们这样子 但是你要知道 我如果我在 我再客客气气的去跟你们 也是照着你们那种客套的话 去做的话 其实我们就 之间的隔阂就越来越大 距离越来越大 所以我就放松 我就跟你们讲了 如果你们自己做 那你们就 你们自己挨饿 对不对 平时我跟你们讲 是不是这样 其实我这样讲的话 并不是我没有爱心 其实我这样讲的话 其实我是放开这个距离 是放开我们之间的那种关系 而是放开 让你们更加容易进入到我的里面 容纳到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不要有隔阂 不要有距离 是这个意思 懂不懂 所以我们就是学会 每个地方是每个地方 要学会去观察别人 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想这问题 其实说白了就是 你把神的道听进去了 学到家了 你里面就有神的爱 有神的爱 自然就会跟 孙子被彼此相爱了 就没有那么多自我的东西 说白了就是真理 没学到家 所以就才会 好像每个人都是智慧 其实呢 我跟你讲 你首先是第一 你学习这个道 还有跟弟兄姊妹建立的关系 之间 要同步的进行 当你 毕竟毕竟说你 当你 我今天为了听道 我先去听道 也不跟弟兄这么交流 也不跟弟兄这么交通 那你只是为了听道 而听道 其实我们听道的同时 就是 让这个道跟我们生活 融合在一起 活在一起的 为什么 为什么 老师今年讲的这个道 就是 生活离不开信仰 信仰离不开生活 就是我们所听的这个道 就融合到我们生活当中 去融洽在一起 贯穿在一起 不单单只有听道 而是听道又行道 行道同时要更要听道 就是你要不断地去听道 你听道的同时 要如何去活出这个道来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弟兄姊妹都应该了解 我这个伟人是怎么样的 都是因为 今天我们走在这条 这条天国的路上 我们都 知道我们 离不开我们的团队 我们离不开我们弟兄姊妹 之间的皮脂的长拉 如果是单一的 单一的走的话 是很难走的 因为我也曾经 曾经的这样的迷茫 因为有老师的引导 让我能够一步一步走出来 所以我也很愿意 很愿意跟弟兄姊妹 那种交心 去交通 你们有什么需要 你们都可以 都可以跟我交通 我们都是心很长谈的 必须上台 对 好 那么这个姊妹 先结束 下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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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